越浪席卷希腊 居住在丹药库附近的民众 透过海路两种方式撤离灾区 有的乘坐汽车 有的则是搭乘快艇离开当地 由于希腊遭遇热浪袭击 而且在强风助长火势的情况之下 导致当地多处爆发野火 气温高达摄氏40度 截至星期三 共有5个人死于火灾 自星期三以来 希腊当局已经下令疏散 马格尼西亚和佛洛斯等 重灾区的居民